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中共衛星詭異爆炸 綜合媒體報導 在3月23日 美國空軍第18空間控制中隊 在推特公布了中共雲海1號02星解體的消息 美軍確認這架衛星具體解體的時間是3月18號7時41分 衛星爆炸後解體成21個碎片 雲海1號02星 在北美防空司令部的目錄中編號為44547 國際編號為2019-063A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稱 根據中國航天技術集團早前的消息 雲海1號02星是由中共航天科技集團8院研製 主要是用於大氣海洋環境要素探測、空間環境探測、 防災、減災和科學實驗等領域 2019年9月25號 長征2號丁運載火箭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將雲海1號02星送入預定的太空軌跡 雲海1號02星突然解體引發輿論關注 大陸網傳該衛星可能遭到襲擊爆炸 也有觀點認為衛星可能是自行暴廢解體 美國空軍第18空間控制中隊3月10日曾公布消息 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的一架暴廢衛星NOR-17 在太空爆炸產生16個碎片 俄羅斯媒體分析說 雲海1號02星被襲擊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是這樣的話 衛星爆炸不會只產生21個碎片 另外該衛星運行的時間不足兩年 也不應該自行暴廢解體 比較可能的原因是 衛星遭到太空碎片的撞擊 引發衛星解體 中共衛星爆炸事件 也引發海內外的網民熱議 有人直言中共衛星解體不稀奇 美國能觀察整個過程才稀奇 這些就是技術 也有人說 這些預視了中共流民國不遠的將來 給拜登的信寫了什麼 特朗普首度透露內容 前美國總統特朗普 離任時在白宮留給拜登的一封信 拜登稱這封信是屬於私人領域 並沒有向外界透露信的內容 特朗普日前接受媒體採訪時 揭示了這封信的一些內容 3月22日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聞主持人 麗莎布特的播客採訪時 提到離任前留給拜登的一封信 特朗普揭示了這封信涵的部分內容 他說 基本上我祝他好運 你知道這封信有幾頁長 是發誓內心寫的 因爲我想看到他好好地做 特朗普表示 我希望他好好幹 但這並不包括關閉Kiss和輸油管道 順道說一下 這管道比用火車運輸原油要好得多 但拜登的朋友和支持者 玉倫巴菲特有火車 從來沒有人談論過這個問題 特朗普在1月20日上午離開白宮時 留下一封信給拜登 通常信會被放在白宮桌原型辦公室的 正式入主辦公後 他對外宣布 特朗普給他留下一封非常仁慈的信 但他沒有交代信內容的任何細節 只是強調他屬於私人領域 拜登說 因為信涵是私人的 所以在與特朗普交談之前 我不會談論信的內容 與此同時 拜登在橢圓營辦公室一口氣簽署了17項行政命令 而這些行政令 與特朗普政府此前制定的政策 同決定背道而馳 據悉 美國四任總統給新總統寫信的傳統 始於前總統列根 這些信有時會更像留言 有些很幽默 有些是鼓勵 有些是勸勉 有些帶有和解的意味 特朗普在2017年參加就職典禮當日 他也從四任總統奧巴馬那裡收到一封信 特朗普稱之為美麗的信 他報導 前第一夫人梅拉利亞1月20日離開白宮時 也被拜登的妻子吉爾拜登留了一張歡迎便棧 但內容從未被公開 特朗普在接受採訪時還提到推特 在大選期間 推特永久取消了特朗普的帳號 隨後臉書、YouTube等社交媒體 也先後封鎖了特朗普的帳號 特朗普表示 沒有了推特他覺得更好 他說現在通過發表聲明的方式 比法推特更好 而且接收的效果更加好 特朗普的高級顧問米勒 在3月21日對福克斯新聞透露 前總統特朗普經在創建自己的社交媒體平台 可能會在大約2、3個月後重回社交媒體 米勒說 目前他無法提供新社交媒體業務的細節或可能的名字 但他透露 特朗普一直在佛州海湖莊園 和這個企業的各種團隊進行高層權力會議 而眾多公司已經在接觸特朗普 米勒說 這個新平台將會變得龐大 他預計特朗普將吸引數以千萬計的人 特朗普被推特永久取消在路前 他的粉絲已經近有9千萬人 真有外星人 美國前情報局高官揭露UFO飛行秘密 美國前國家情報總監約翰·拉特克利夫日前爆料 美國軍方確認不明飛行物體UFO的真實存在 而這些UFO以超過音速的速度飛行 但沒有產生音爆 這些是科學難以解釋的 目前人類沒有技術能夠複製這些不明飛行物的飛行方式 拉特克利夫3月23日接受福克斯新聞專訪時表示 世界各地都有目擊不明空中現象的事件 不僅是飛行員或衛星發現不明飛行物 美國方面有很多設備也接收到這些資料 拉特克利夫說 美軍已經將部分不明飛行物體事件解密 這些目擊事件是美國海軍或空軍飛行員看到的物體 或者被衛星捕捉到的物體 2020年4月27日 美國國防部正式公開三段不明飛行物體的視頻 並承認視頻是由美國海軍所拍攝的 美國飛行員在2004年到2015年的飛行訓練中拍攝到不明飛行物體 視頻顯示不明飛行物體在紅外光攝像機的紀錄下快速移動 飛行員側經夫天雅 他們正在翼風飛行 他們正在旋轉 拉特克利夫在接受採訪時坦然 這些不明飛行物體的運動難以用科學解釋 他說 人類沒有技術複製這些不明飛行物體的飛行方式 他們以超音速的速度飛行卻沒有產生音爆 拉特克利夫還提到 情報部門試圖尋找合理的解釋 他原本希望在今年1月20日 離任前公布相關的調查結果 但卻沒有辦法以飛機物方式向外界加以透露 值得一提的是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卸任前 也頻頻提到外星人和UFO 今年1月 特朗普在簽署規模2.3兆美元的 疫情紙困和政府支出法案時 要求國防部和情報部門 在180日內完成一份 和不明飛行物體相關的報告 並提交給國會 英國天空新聞網報道說 這份報告將包括 全美幾乎所有情報機構收集 或持有不明空中現象資料 及情報報告的詳細分析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表示 情交的報告必須是非機密性質 不過容許含有機密輔錄 報告還必須判斷不明飛行物體 是否對國安構成威脅 並評估是否有任何敵對國家 可能是這類活動的幕後黑手 特朗普政府對UFO投入極大的關注 五國大樓2020年8月曾經表示 正在在美國海軍核下成立一個新專案小組 不明空中現象專案小組 調查人類目睹的不明飛行物體UFO 特朗普總統也不止一次被追問是否有外星人的存在 而他的回答頗內人尋味 2020年10月11日 福克斯主持人馬利亞·巴蒂羅莫 在採訪中直接了當地問特朗普 這些UFO到底存不存在 當時特朗普回答說 哦 這個問題我要核實一下 我的意思是 我已有所聞 就在兩天前我還聽到過這個說法 我會進行核實 好好地深入研究一下 而在去年6月份的父親節之際 特朗普的兒子小唐納德特朗普 問自己的父親 能否透露一下外星人是否確實有其事 以及是否會對外界開放 羅斯維爾·羅斯維爾 讓我們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事 特朗普則意味深詳地說 羅斯維爾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我不會告訴你我對這件事了解多少 不過確實是很有意思 他還說要考慮一下 要不要解密羅斯維爾的信息 在不久之前 前以色列太空安全首長伊塞德 對外界透露一個驚人的消息 他說外星人確實存在 而且與人類還有聯繫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也知道外星人的存在 而且差點曝光了外星人存在的信息 但被外星人阻止 現時87歲的以色列退休將領伊塞德 擔任以色列太空安全項目負責人長達30年 他近日接受《新消息報》訪問時透露 來自銀河聯邦的外星人已經與人類有聯繫 但外星人以人類還未作好準備為由 要求不要把消息公開 伊塞德說 外星人確實存在 美國與以色列已經與外星人打交道多年 美國政府與外星人制定了某種協議 因為他們想要研究和了解宇宙的結構 這一節《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閱讀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訂閱、點讚